網友PO出了一段影片 表示行人要過斑馬線的時候 一輛白色休旅車因為不禮讓 結果行人出腳踹了一下車門 後來呢車上竟然是跑下了四名男子 把他拖到旁邊去 當時目擊這個畫面的駕駛看到 其實都幾乎說糟糕了 被拖到旁邊去打了 後來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這輛白色的大型休旅車 就是直接停在路中間 而車上的人陸陸續續下來觀看 這名行人其實已經走到了 對面的人行道 但是後來卻被駕著回到了這一邊來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他們之間是拉拉扯扯 而這名行人其實相當的無奈的表情 因為其實他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他是準備要過馬路的 但是白色的休旅車根本不停讓 隨後這名行人怒踹了車門 結果就導致了車上的人跑下來理論 警方隨後改到現場也證實了 其實是因為白車沒有禮讓行人 才會造成了這一個踹車的狀況 而且雙方暫時互不提高